在我真正拍到廣告之前 我已经试境失败将近一年 一开始会非常纠结 不断地去否定自己 觉得一定是我不够好 甚至会想 可能我真的不适合拍广告 但在我经纪人的陪伴下 我开始思考机缘这件事 才明白其实有很多事情 是你没有办法掌控的 你唯一可以控制的 就是不断累积经验与学习 然后你会找到 自己能够放松的状态 也会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我因为买了一家厂商的衣服 他们找上我拍摄商品 于是我开始了我模特的工作 后来我在各种试境当中 我发现自己对表演很有热情 开始上表演课之后 也更加确定自己 要往演员的方向前进 在我生大三那一年 因为必须要同时兼顾工作 还有课业 我完全没有多余的时间去进修表演 但当时我觉得 在这个时间遇上了表演 如果我不去试看看的话 我觉得我会后悔 所以我选择先休学一年 当时真的很纠结 因为我希望可以如期完成学业 所以对我来说这是我目前最大的牺牲 不过现在回头去看 会很感谢自己当初的勇气 才有现在的自己 我是一个很怕自己不足的人 所以即使没有工作 我也会去进修很多课程 会习惯把时间塞得很满 从来没有时间让自己喘息 这一年放得比较开 我告诉自己 活在当下 尽力而为踏实的活 离开南部 我来台北之后 因为工作 所以回家的次数不多 在阿公过世 错过了阿公的最后一面 我反省自己 没有好好分配时间 去陪伴我的家人 才发现 人生中也许 可以在任何方面有遗憾 但绝对不能和家人有遗憾 因为家人 是再多的名利和财富都换不到的 因此这两年 只要我有时间 我就会回家陪家人陪阿嬷 我的工作和生活是分不开的 但我会让自己在这些时刻 不带有目的性的做 如果生活上做的事 都是为了工作 那会很痛苦 所以我把自己当孩子一样 对什么事都好奇 遇到的事情就多思考 多尝试 这些经验 会默默累积在大脑 会让我在演员这个工作上 得以运用 所以才会有人说 摇眼就是生活 因为一切都从生活而来 经历这些 我觉得我的信念就是 尽本分天天命 我最近看过一部电影 它里头有一段话 让我非常感同身受 它说 生命本身没有意义 你必须赋予它意义 而价值也会透过你选择的意义 而彰显出来 在生活中 当你看的 做的越多 累积的越多 这些感受是没有人可以拿走的 都会变成你的养分